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说 在这一生当中经过十二个层次的循环 也就是有十二道关 这十二道关不断地在你的生命中循环 这十二循环是从心理和生理循环上来讲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大家好 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母亲腹部动脉血管瘤神奇痊愈的经过 母亲四年前得了腹部动脉血管瘤 血小板低得可怜 之前还伴有悬晕症 走路都要人搀扶 身体极度虚弱 到我们这儿 中日联谊医院住院全面检查后 医院说做不了这个手术 需请北京上海专家来做手术 半个月后 北京上海专家都来了 都说手术风险太大 不建议做手术 即便手术成功了 身体脏气都受影响 浑身到处都疼 还不如先这样 只要血管不破裂 活一天算一天 起码不遭罪 就这样 弟弟和妹妹没办法 问我怎么办 我说运用三大法宝试试看 于是我许愿 一年内给母亲放生一万条鲫鱼 三年内帮母亲念三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怕功德不够 母亲病好后现身说法 许愿的一万条鲫鱼很快就放生完毕 当经文组合小房子念诵到两百多张时 母亲的腹部动脉 血管流已经好了 直到现在生活全部自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教给我们这么神奇灵验的心灵法门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下面我来分享 学佛念经后发生的灵验事例 我儿子迷上了玩游戏 还不听劝 他只要情绪不好 就会发脾气 摔东西 眼里充满仇恨 我们也不敢靠近 我就给他念心经 请菩萨加持他 帮他开智慧 恢复平静 2022年7月份的一天 我梦到儿子从楼上的走廊里一跃而下 我趴在走廊栏杆上着急地大喊 早上醒来 知道儿子有节 非常感恩菩萨慈悲点话 上早香时 我跟菩萨许愿 一 帮儿子的药经者念诵一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二 放生两千条鱼 三 念礼佛大畅悔文 四 念姐姐咒十万遍 消灾吉祥神咒五万遍 五 献身说法 许愿在2023年底前完成 恳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儿子 消灾解难 平安吉祥 化解梦中的关节 给我现身说法的机会 许愿的都已经如期完成 期间 我还念了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化解儿子的冤结 随着经文组合小房子的烧送 很明显感觉到儿子的状态越来越好 有什么话也愿意跟我们分享 也不迷恋手机游戏了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 儿子一直情绪稳定 平安健康 顺顺利利 非常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师父慈悲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佛菩萨的感恩 唯有珍惜佛缘 好好修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达兹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端午节的佛学开示 一 精彩问答开示 一 有关端午节的意义 习俗 及注意事项 十 端午节出生的孩子有何说法 选自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一百六十三 问 端午节出生的孩子有什么说法吗 答 碰到节气的孩子不是坏就是好 总是有点来历的 十一 梦见包粽子需要注意些什么 选自2015年9月6日 悬疑问答 请问师父 同修一直梦见果粽子 那个粽子 专午节的那个粽子是什么意思 果粽子要当心了 七月十五 他有很多的冤节 或者有很多的冤家来找他 希望他能够纪念他们 也就是纪念是什么呢 从我们学佛的人来讲 今天不就送小房子吗 很简单 哦 OK明白明白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一 无明 人要克服无明 无明是不明白 不懂 什么都不明白 一个人明白了 就不会做错事情 一个人不明白 才会做错事情 无明 无明引申出另一个观点 就是 这个人 虽然是无明 但是 自以为有明 就是 自己以为自己 什么都明白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的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